要感謝當年那一些 怀抱一個改變成真奮強的市民朋友的支持 還有今天的這個六周年 其實未來的兩年 還是一樣會 精精一劣 在崗位上很認真的工作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六周年 感性知協團隊與台北市民支持 系數上任成績 BOT案公辦都根 社會住宅興建 市場改建 還有西區門戶計畫 東區門戶計畫 柯市長說 這些並不是紙上談兵 如今一一實現 我全力推動這個P-HUB 內科的創新育成中心 這是我任內 從規劃到簽約到完工 第一件的BOT案 那這也是目前 最大的創新育成中心 這麼大的基地 從簽約到完工 總共執發了39個月 這是台北市政府 展現效率的一個案例 事實上這等於是 我們目前在竹東的公園院 在台北開了一個分院 這將來對整個內部地區的這個產業 最有很大的影響 政治的核心就是執行力 過去的政府講太多 都太少了 其實不管是BOT 同伴徒增 社會自在的興建 市場的改建 最難的不是偏預算 而是建立一個新的 在我上任的前兩年 我們台北市的BOT都化了 但是到了第三年 它是招商進的299億 第四年591億 到了第五年 也就是去年 它達到了913億元 占全國招商總額的一半 我們也連續三年 成為台灣的招商法 這證明了什麼 正直誠信的一個政治文化 也可以做到經濟的發展 對於近期 多項六都市長民調總是敬培莫作 柯文哲也強調 市民要求高 繼續努力就好 不管對柯文哲個人滿意度怎樣 台北市實際成績還是最好的 顯現他對個人施政成果 頗有自信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